好除了我们刚刚看到的 现在呢在花莲地区啊 也因为大地震的关系 现在人心惶惶 也震出了消费的纠纷了 我们看花莲县 萧保官表示 近来接获了很多 不动产交易 还有房屋租赁的纷争 光是租赁返还 这押金啊 争议就多了十几件 内容包罗万象 建议这个时候呢 只有双方互相的体谅 才能减少更多纠纷 住家大楼被震坏 建筑结构有安全之余 暂时不能入住 住户们只能够趁着空档 入内简单的收拾家当 赶紧逃离家门 房子暂时不能住 房客要解约 但是一时之间 屋子根本无法清空点交 这押金有没有可能 拿得回来 不过这次这个正宅 是一种特殊的状况 尤其是我们一些贴红单 或者是黄单的建筑物 我们不能强这个消费 强邀我们这个陈租人 在这种情形下 还进去轻运搬运 他们的这个物品 所以这边建议我们的这个 出租人 在这个因为这种情形特殊 我们跟他约定好 协调好 日后这个电梯修复完毕 或者是我们的大楼 修复完善之后 我们再来请这个陈租人 搬空他们的东西 那租金押金的部分呢 建议先提前的这个返还 花莲发生大地震市区道路 建物受损严重 截至19号为止 受损的建物黄单 有57件1137户 而红单也有54件802户 民众除了居住生活安全 受到了影响 萧把关说 连带的消费争议也变多了 有人买卖房屋 结果过程当中 正好遇上了大地震 买卖的标的物摇坏 这时候该算谁的 也就是在摇坏的当下 如果我们的所有权 还没有移转交付给 这个买兽人的时候 危险仍然是由出卖人来负担 那实务上怎么判断 这个有没有移转交付呢 一般我们是讲说 要使有没有交付 或者是完成点交 其实那个概念就是一个 有没有置于我们 买兽人实力支配之下 如果还没有移转过去 给买兽人的话 那这时候就是要由 出卖人来负担这个危险 在这场无法预测 抗拒的大自然灾难 民众生命跟财产 都已经造成巨大的伤害 面对不动产消费纠纷 也只能够呼吁彼此体谅 避免沟通上的误会 进而产生法律上的困扰跟纷争 人间威士 我们想要在花莲的采访报道